掌握交通的最新消息是在国道1号南下高雄岡山路段 在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货 有四辆大车撞成了一团 而据了解是一辆一颖车 因为变换车道的时候擦撞到一辆大货车 而大货车接连推撞 造成了四辆大车撞在一起 据了解货柜压道是扭曲变形了 目前有两位驾驶受伤送医 而肇事的原因现在还有待离期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这起交通事故已经造成了国道1号一度 回独有12公里 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 在待离期间